接下来请收看中佳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佳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呢 要先等你来看金融市长林佑称 在抛出金融市与新北海岸七区合并升格 或是与细致及台北整病的两项方案之后 再进一步表示就是要在选举前提出 希望吸引注意加以讨论 希望双美市长让民众的生活圈符合实际 更完善便利 在抛出金融市合并升格议题后 被台北市长扣任则回批不可取 金融市长林佑昌解释 选在选举前夕 就是希望能引起大众关切 好好进行讨论 其实在二十多年前 就深入讨论过这个议题 也研究这个议题 那而且我自己的一个专业 就是在城乡发展 还有都市竞争以及全球化 那柯市长这样子讲 其实更不可取 就是要趁着选举的时候讲 不然平常的时候讲哪有人听 那柯市长是有权力有资源的人 那平常其实也不太会关心这些事情 趁现在好好谈一谈 那让民众大家去判断 谁才是真正关心老百姓生活的人 不管是基隆与新北市海岸七区 合并升格为大金融市 或是与汐止及台北市整并为大台北市 牛昌强调关键都在于县市平权 这一次的这个合并的事情 其实有一个关键 就是叫做县市平权 那让非直辖市跟直辖市能够平权 这个是未来台湾长治久安 必须面对的课题 而过去20年都没有被处理 至于新北市长后友宜回应 合并议题不是一个人说了算 牛昌也赞成表示是民意说了算 如果民众对此有期待 盼望生活圈能更为完整 他希望双北市长能放手育成 其实包括我们现在基隆市议会 我们的像张方立张前议长 他就是金山人 那像我们的庄景田议员 他是双西人 那像我们的赖副总统是万里人 像我妈妈是瑞芳人 那其实以前他们都说 他们是基隆人 所以这是一个生活圈的一个概念 那我也赞成侯市长说的 这个不是一个人说了算 但是民意说了算 那如果老百姓有所期待 希望能够在他的一个生活 或者是他的一个身份上面 生活圈上面 能够更完整更便利 那希望这个到时候 如果有机会的话 柯市长跟侯市长 也能够放手育权 牛昌也以淡北道路引发 新北市淡水区与台北市北投区 两方居民争议为例 证明双北行政区 其实淡水的生活圈在台北市 不在新北 那如果淡水有机会的话 三支其实也一并应该纳进去考虑 所以我在谈的是一个行政区化 合理的问题 那柯市长跟侯市长 都是全台湾最有权 最有势 最有资源的人 那该适时放手 就适时放手 不要什么东西 都要捏在自己的手上 至于媒体询问 是否要角逐合并升格后的 大金融市或大台北市首长 牛昌强调成功不必在我 两个方案对金融都好 希望大家不要以政治角度去思考 而是怎样做 才是对老百姓最好 最有助于国家未来发展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 在这边来看 金融市政府宣布第二季的 莫德纳疫苗施打规划 65岁到67岁 原住民55岁到57岁 已在7月16号前 完成第一季的莫德纳疫苗施打 且间隔10周的金融市民 即符合施打资格 预估这一波全市有13248人 10月22号前会送达通知书 到10月19号为止 金融市第一季疫苗施打率 已经高达66% 针对第二季莫德纳疫苗施打 金融市长牛昌宣布 65岁到67岁 原住民55岁到57岁 在7月16号以前 完成第一季莫德纳疫苗施打 且已经间隔10周以上的金融市长者 即符合施打资格 预计这一波共有13248人 资格的话是7月16号以前 那已经完成第一季施打 并且已经间隔满10周的 这个65岁到67岁的长辈 那这一波次总共有13248人 那我们会在10月19号来公告 全市七区各里别的一个施打时段 另外我们的这个民众长者呢 会在10月22号之前 会收到这个通知单 那长辈的造册 第二季的施打 会从10月25号 26号 27号三天 来进行施打 刘昌强调 金融市的长者 不论是否有线上预约 都会在10月20号收到通知单 大家可以到各区 集中施打站打疫苗 不用预约 一定打得到 最近这几天 可能有一些长辈 接到CDC的简讯的通知 那所以有一些混淆 那我在这边也再次报告 我们金融市各位长辈 不用担心 65岁以上 我们就是一律 采取集中施打的一个方式 那你去预约也好 没有预约也好 你只要拿到通知单 就可以到我们集中施打站 来进行施打 我再一次强调 一定打得到 不用预约 然后我们市政府 发送疫苗接种的通知单 金融市政府方面 也公布各区 集中施打站地点 及各里安排施打时段 提醒长者 攜带健保卡 及疫苗接种记录卡即可 金融市政府 也将依第一剂施打模式 提供疫苗专车 及防疫健身车等接送服务 欢迎长者们多多利用 记者张琪辰 金融报道 国立金融商工的活动中心 及体育球场即将整建 校长洪光贤指出 整建的工程总经费是 14005万元 教育部补助了1300万元 其余款项是由校方自筹 感谢蔡世英立委协助争取 基隆商工 我想基隆商工是我们全基隆 重要的体育重点学校 尤其是基隆商工的篮球队 是我们基隆唯一目前高中的 这个甲组的球队 那所以他们的场地 维护就非常重要 所以校长跟我提到说 最近这几年其实基隆商工的 这个我们的室内篮球馆 需要做改善的时候 那时候我跟校长还有我们组长 就有聊到怎么样来协助 那后来我们很高兴就是 我们争取到教育部的一个补助 经费接近1500万 做整个相关的部分的设施修缮 那所以我们今天特别的一个 开工的仪式 那我也感谢校长 这个事情其实如果不是校长 一直弃而不舍的推动的话 教育部不会那么容易就轻易的答应 所以我也很高兴 校长跟我讲 我们来努力推动这个事情 那这第二个重要的事情 就是因为下个礼拜是全国的 高中的秋季的这个甲组的联赛 那这次是在花莲比赛 那因为我也有这个荣幸跟机会 接任基隆市篮球委员会的主委 所以特别来跟我们的选手加油打替 然后也制装他们小小的红包 期待他们能够为基隆来争光 表现一个好的成绩 那让基隆在篮球的方面 越来越放越来越好 这次基隆商工的活动中心 将会把木地板更新为 风业专业的篮球场地 二楼看台改建更新 天花板整修更换LED的智慧照明登居 另外呢训练设施也会改进得更专业 来符合现代潮流 有好的硬体才能够吸引更多的优秀运动人才 基隆商工在体育的活动推动 以及体育人才的一个培育 一直是不予余力啊 不过我想这个活动中心的场馆啊 已经有50年的历史 那很多的设备跟很多的环境都已经是破旧 那不堪使用甚至有漏水的现象 那这一次真的是非常感谢我们蔡适应委员的一个帮忙 在协助争取将近1500万的一个经费 能够把整个环境做一个改善跟整修 那我相信有这笔经费 未来在整个基隆推动体育的一个活动跟竞赛 以及人才的培育 一定有相当大的帮助 那未来我们也期盼 能够把基隆的体育人才留下 我相信今天种下这颗种子 它未来一定有fire的一天 也感谢大家的一个帮忙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七堵国小附属幼儿园 在校长和老师用心经营下 年年都是学生招满哦 一家四代都是七堵国小毕业的 杰出校友师员张耿辉 特地捐赠了四台电脑 给幼儿园的师生上课使用 让校方非常感谢 七堵国小幼儿园在校长和老师用心经营下 年年都是学生满招的情况 而一家四代都是七堵国小毕业的 杰出校友师议员张耿辉 特地捐赠四台电脑给幼儿园的老师和学生上课使用 让校方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我们幼儿园老师 他们教学非常的认真 所以这个口碑呢 我想不用我们学校去宣传 那每一年的这个招生 就已经反映了家长对七堵附幼的一个肯定 那每一年我们都是第一招就额满 而且还是要抽签的一个学校 那这一次提供了这个电脑还有笔电 这些来帮助老师在进行课程设计 教材编写还有资料上传等等 都提供了很大的一个协助 我们非常的感谢 感谢我们昔日的校长还有老师们的教导 才有今天耿惠的政治舞台 特别以感恩的心情 回来学校看看 尤其学校幼儿园在整个时代在变 环境在变 老师特别辛苦 尤其现在的时代是走向科技的时代 尤其从我们幼儿园有点杂根 让他们能够认识我们所有周渣 未来他成长的整个过程领弈 我想是非常棒的 尤其耿惠有这个机会 能够为母校来珍惜这些经验 我想是一不容辭的 尤其母校日后有需要耿惠 继续再为他们征集 我也当然一不容辞了 张耿惠也同意校方的请求 将在寻求社会团体的支持 捐赠兼具教育和娱乐功能的 数字繁华地点 铺在走廊上 给幼儿园小朋友使用 我们七堵国小的整个的空间上面 我们希望在走廊上面 有更多的利用 不只给富佑的小朋友 也给国小的低年级的小朋友 在肢体上面的协调 也在认知数字的认识上面 他们能够透过这个体能的 这样的一个贴纸 在走廊上面能够有更多的使用 也在视觉上面 孩子能够更多的运用 七堵国小幼儿园采取中大班混零 以及普通和资源班学生 混合上课的方式 教导小朋友从小互相认识 互相帮助 都能够正常成长 而对于幼儿园老师来说 就必须用加倍的爱心 用心和耐心 来陪伴教育小朋友们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基隆市中山区复兴路230项 轮车来往非常频繁 却因为涉及到将近20个地后的私人土地 因此路面军裂破损 还是没有办法重铺 市议员张炳钧特地办理会 开安指出将尽全力协助重新跑铺 230项的路面 基隆市中山区复兴路230项 人车来往非常频繁 却因为涉及到将近20个地后的私人土地 就算路面已经军裂破损 十多年来一直没有办法重铺 因为已经十几年没有铺 这个重铺这个道路了 所以这段路很多的裂痕 以及有一些坑坑洞洞 所以请议员帮忙来办理这个会刊 希望有机会可以来重铺这条道路 而唯一解决的方法 就是要所有土地 所有权能都要签下同意书 针对复兴路230项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初步看了一下 它大概属于商业区 以及都市计划道路的范围 那按照我们目前的状况 有大概一个飞风必行的协助 跑铺的一个计划 能够来去做一个协助 但是因为土地大部分都是私人所有 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还是要先取得 私人的土地同意书之后 我们才有办法来入案办理 接获当地德河里长 曾慎为以及李明们反映后 基隆市议员张炳钧 特地邀及市政府公务处办理会刊 并且将尽全力协助重新跑铺 230项的路面 办理会刊就是想要找出 这个所有土地所有权能 并取得他们的同意之下 然后我们借由市政府公务处 来去把这整段路面的重铺 当然我们有查到 这个此地号也相当的多 可能有超过17个到20个左右 今天办理会刊 然后我们会请地政事务所 提供这我们地号所有权能的资料 那秉均会跟我们的里长盛伟 共同来去取得这所有权能的同意 然后请公务处将此路面重新跑铺 然后还给我们不管是当地的居民 或者是家长送学生去幼儿园上课的这段路 都可以让他们安全 然后的通行 然后没有任何危险的余力 张炳君进一步表示 每一笔土地可能又有好几个持份能 因此要收集所有权能的同意书并不容易 不过他和里长还是会竭尽全力来完成 让复兴路230项路面及早重新跑铺 维护来往行人和车辆的安全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此云寺药师佛店历经两年策划 开光启用 药师佛大殿内设有神佛尊相 必读 目科解王的灰红庄严 不少信徒专程前来点药师佛灯 祈求身体健康 消灾严寿 欢迎民众来此云寺药师佛店 参拜感受伐喜 想工作却跟不上现代科技 为了协助银法族就业 政府提供职讯与津贴补助 各区里办公处也定期举办 真材活动 欢迎市民朋友多加利用 民国97年才开始启用的 此云寺大碑店中 供奉了由中国名师许希瑜 精心雕刻的牵手牵眼观音菩萨 牵手牵眼观音菩萨 为尊四面佛祖 雕功极为精细 信众参拜完大雄宝殿后 不仿进到大碑店 一窥四面牵手观音菩萨的独特样貌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金融市中心一间知名的火锅店 最近是遇上了一名嚣张的客人吃霸王餐 用餐完直接走人 甚至一度怪店员送错肉品 店家气不过将监视器po上网 提醒其他商家注意 目前警方已经调阅监视器 离清事发过程 画面中穿着白色短袖男子走进火锅店 点了菇之后就入座享用 男子起身装了酱料 吃了一阵之后就起身离开 之后往楼下走就离开火锅店 而男子完全没付钱 吃了一顿霸王餐 店家当时生意正忙 一度以为客人只是暂时离开 谁知道一去不回 店家事后也将监视器画面po上网 我们的餐点当下是真的有出问题 有上错肉 但我听我们的公主生一直是跟我说 他点选羊肉锅 那我们可能出错我们上到鸡肉锅 他也是把鸡肉霸占者你知道吗 位在基隆仍海区的火锅店 因为天气转凉 客人越来越多 但没想到却遇上了一位 疑似吃霸王餐的客人 店家说如果有需要帮忙 其实可以说出来 如果有民众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他其实可以就是小声的来跟我们说 那我们也会竭尽所能的去帮助他 对那也不需要用这样的方式 然后去去占店家的便宜 因为其实我相信这个社会大众 一定还是很多有这样的爱情店家 你真的没有办法吃饭 你都可以跟店家讲 店家说受到一起影响 大家的生活都不好过 但不应该用吃霸王餐来占便宜 店家公布影像 只希望其他商家别再受害 也希望警方找到这个人 把事情原委说清楚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道 再带你来看 金融港东11号码头周日凌晨 传出了一起公安意外 一名45岁的朱姓男子 在港部担任指挥手 却不幸被强风吹到摆荡的货柜撞上 当场无生命迹象 家人悲痛请法师招魂 怎么没想到 朱姓男子在港区进行货柜固定工作 竟然会意外身亡 警方调查 朱姓使者案发当时 在货船甲板上进行货柜吊挂工作 疑似当时风浪太大 货柜设角固定装 其中一个没有卡住 甚至发生了断裂 会不会摇晃之后 夹吉朱姓男子 当场失去了生命 送一后不治 而同时也透露 这样的情形已经不是第一次 回到事发现场 甲板上的固定基座被扯断之外 也已经生锈 我们自己在做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 做指挥手的反应要很快 而且他在船上的经验里 是很足够 现在就是因为没有人 他算比较直升 没有人的话 那就上去 案发后 金融港警总队派员到现场踩阵 月潭在场的督导 及操作乔氏起重机的司机 证讯之后 易涉嫌过失致死罪 移送金融地检署侦办 接下来检警还要再调查 到底是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 两名事案人 法官律资以2万元交报 记者黄绍明借用报道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 全台最美的看海书店 太平七鸟 10月23号就这个礼拜六 将正式启用了 由废校太平国小变身的太平七鸟 采取剪像工法设计 据穿透性的白色建筑 有超过2000册的长书 及多元运用的空间 透过镜头带您先读为快 位于基隆地标下方的这栋 白色建筑就是即将启用的太平清鸟 由废校太平国小改建而成的特色书店 采取的是剪像工法 一楼有包括基隆山海主题的 2000册以上的书籍 二楼则保留了国小客桌椅的阅读空间 三楼是一文展场 三层楼间具有大量穿透性 整个楼地板面积少了四分之一 这个是个2.0的转身 然后过去这样子的转身最主要就是让基隆 拥有设计的基因 基隆拥有人文的基因 所以在这个过程的漂亮的转身 最需要一个是最准确的 而且是最好的 而且是最美的一个平台 然后我们很幸运的就是找到了太平清鸟 清鸟文化制作公司的 这整个团队来进驻 太平国小这50年来 他担负了非常重要的知识传递者 在废校后的三年 由我们接手继续成绩这个知识传递的任务 很荣幸我们在开幕的时候 我们领选了2000多本书籍 那是代表了基隆的音乐历史 电影文化跟艺术 当然我们会聚焦海洋文学 从三楼窗户及四楼观景平台 这可以鸟看无敌的基隆四港三海美景 金融市长刘昌表示 这里不但是全台最美的看海书店 也将成为明年城市博览会的战场之一 颠覆整个过去 大家对太平山城 以前是一个老旧 然后阴暗 然后残败的一个空间 未来将有一个新的一个面貌 而且这个地方未来也会成为我们 明年城市博览会的一个新的一个展区 那并且也会有一个光的 光影的一个计划 在这个地方来执行 基隆的七位作者 这名作家郑立尔也是太平国小校友 他回忆在太平国小六年看海的日子 培养他宽阔的人生观 从山脚爬山到山顶 当山顶洞人 然后看了六年的海 然后我觉得我的人生观的养成 还有我对世界的看法 都是这个太平国小 是他养成了今天的我 包括日前刚启用的 沙湾历史文化园区 及即将开幕的太平清廖 以翻转基隆命运为己任的林游昌希望 用文化历史及阅读 重新开箱基隆 以让外界再次认识基隆这一座 有浓厚人文底蕴的山海城市 我们的大沙湾的历史园区 重新开幕 那个其实是 重新让大家认识基隆的第一步 也就是我们用文化跟历史 来重新开箱这个城市 那今天太平清廖的一个开幕 就是我们用阅读来重新开箱这个城市 所以一步一步的大家会看到这个城市 不同的一个样貌 据了解之前的市营运 已经吸引了爆满的民众抢先来体验 由于太平清廖周遭停车空间有限 基隆市这种方面也呼吁民众 多多搭乘大众运输系统 或者将车辆停在基隆火车站 及周边停车场 沿着中山一路113项步行前往 慢慢体验基隆山海城生活的魅力 记者张启辰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NN轻松电台96.9 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吉拉兄 你打疫苗了没 我们保持社交距离很久了 我想要跟你近距离的决斗 吉拉兄 听说施打YY疫苗 可以让你改变基因变得更 吉拉兄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